名义电子是广州市一家专注于半导体及高阶线路板电镀设备开发与制造的台子企业 产品60%出口 工厂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 投资额达1000万美元 现有员工300余人 日前在该企业整洁宽敞的生产车间里 工作人员正忙着生产 检测 调试设备 董事长邓高荣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汽车产业电子化和5G通讯产业迅猛发展 拉动市场对高端线路板升级换代需求不断增长 为线路板和半导体提供同制程设备的名义电子订单不断增长 即使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也未受到太大影响 我们做的是线路板的设备跟做半导体的设备 反而这个订单是成长的 从疫情开始我们忙到现在都还没停过 我们员工今年也没回去过年 所以我们希望累积到中秋或者什么时候 放给长家让他们回去 记者了解到 早年在协助台湾大众电脑在广州设立生产基地 并担任公司高管期间 因为看好大陆市场的巨大潜力 邓高荣与合作伙伴于1995年 在广州成立了这家做线路板设备的工厂 并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 但企业最初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反陷入亏损8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困境 无奈之下 他于2001年选择亲自接盘重整 从出社会到当时都顺风顺水没有输过 所以我就这口气吞不下去 老婆也极力反对我来接这个场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是 我觉得一辈子 这个不要留着这个遗憾 第二个是一步高人胆大吧 我认为说300个人的工厂容易 我在三广带4700个人 太容易小菜一叠 结果回来才知道不是容易 尽管辛苦 但邓高荣心里总有个信念 认为随着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所处行业越来越发达 这次企业危机未尝不是一个转机 这次危机也使他对企业管理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我就用客户的心态来带这个公司 我从应用面的需求来 希望公司的发展 是要结合应用面上的需求 所以当时我们就界定了 在十几年前 博士认文学有时候界定 这个产业在HDI跟半导体靠拢 我们那时候的分析报告就已经分析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花很多的心力 在这个技术上努力 所以也因为我们比较弃而不舍的努力 所以在业界的技术走在前沿 所以国内比较高端的 做不到了我们就有机会 邓高荣认为 创新是维持企业生命的最主要因素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明义电子非常注重研发和创新 三百多名员工中 研发人员占了四十余名 近年来研发投入不断增长 企业拥有四十余项专利 也正因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明义电子很少经历科技 卡脖子之痛 就像我们为了做半导体 所以我们知识产权这一块 我们都自己要具备 不具备将来你没有办法打 所以我们公司还是一个灌标企业 所以我们是具备有自己开发能力的工厂 我们不是很侠义的一个代工厂 所以设备给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研发可以制造 凭借切而不舍的信念和专注 邓高荣用十年时间将明义电子带出泥脑 并于之后三年后实现盈利 一路走来 到如今企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体现了一个企业家 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和精准把握 我总认为说 我的舞台应该是在大陆不在台湾 从头到尾就这么认为 因为大陆的发展也是往这边在靠拢 它从一个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接着现在是一个 谈的是中国执照的东西 所以它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准备跟它搭配 所以我实际上跟大家讲 跟我们同仁讲 跟个国家走就对了 有很多是要看国家的方向 跟国家的发展 就在这里就会 wokeil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